今天食信由中帶來大埔 這裡吃正宗的四川 看看這裡還有很多名人來 現在就馬上進去試試吧 來到村莫市這裡有很多很好的菜式介紹給你的 這裡還有很多正宗的四川菜式 看看桌面的地勢 這一點就是四川的皮蛋 看起來是真極適合 而且很漂亮 聽說是否還在四川混淆呢 看看它的味道 這個漂亮的皮蛋是佈滿著雪花在裡面 所以你看看這條四川皮蛋 在裡面正宗的位置佈滿了很多雪花 它咬下去還非常爽口 而且很有這個浪濕的感覺 再加上有一點辣椒油在上面 吃下去很辣的 很好吃 這些豆腐是大有來求的 我們的名字叫做龍獎豆腐 是四川家全培養的菜式 它的煮法都很簡單 非常複雜 首先它會將這些豆腐切粒 然後加入花椒粉去炸 接著就加這個炮椒 和花椒粉去煮成一個炮椒 混合這些豆腐一起煮 咬下去它是外脆內軟 然後它是外脆內軟 再加上辣椒 很棒 混合一起吃 非常適合 你們也快點來試試看 川會寺的口碎雞 這是日本的口碎雞 Evonne吃起來也是動蠻 但這裡就要吃了 它首先會用上湯浸出這隻雞 然後就會拿出來煮動它 到上菜的時候 就會浸上這些雞湯 然後再加上小小小小的口碎雞 給它一點香口 然後放一下味道 吃下去這碎雞真的很滑 而且再加上這個小小的口水 辣味還很美 它的辣味還很大 這個雞味 我看到這碎雞味 很香哦 所以這碎雞味 當然要試試四川雞 看到我桌上有兩頁 這一項是芹菜豬肉餃 另外這一項是韭菜豬肉餃 如果你喜歡吃健康一點的話 蒸煮的手法就最適合你了 如果你喜歡吃清潔一點的話 這一項鮮的餃子也非常適合你 這裡的材料每天都生鮮運動 而且是用來自家飲料的 讓我試一下它的味道 吃下去很有韭菜的香味 很香 而且它的皮還很薄 咬下去它的用心都變出來很香 我試一下這個 這個薄皮也很薄 而且因為它煎 所以咬下去薄皮就比較薄 裡面的餡料都非常多 而且咬下去的肉粥也是一樣 它煎出來的肉很香 大家看這個醬汁還未附我開胃 吃餃子配合這個重慶酸辣粉 那就最好了 再試一下它的味道 先試一下 聽老闆娘說 這裡的糖醬粉是由四川的家鄉加製的 炒冷的食品還非常彈來炒好 再加上這個辣椒的味道就很棒了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喜歡 這裡每一款廠色都是限量發生的 因為我們要將最新鮮和最好吃的廠色 提供給客人所以想吃好東西 就要快點來吧 來到村莫子這裡當然要介紹它的鎮店之寶 就是要試試這個四川的麻辣雞煲和正宗的水煮丸 為什麼這個雞煲會是村莫子的鎮店之寶呢 讓我賣個關節再告訴你 除了有很多辣椒味之外 還有很濃烈的腸味道 聽說還可以做到一個脆身和脆身的作用 嗯 吃雞真的很滑 其實因為它是用人物的魚 所以吃下去還有一種好吃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這個正宗的水煮魚是用了這個藥廠製造的 可以做到排鎮和水煮的功效 可以做到排鎮和水煮的功效 我試試它的味道 吃下去真的完全沒有骨 真的膽膽 而且它還有魚的鮮味 再加上辣辣的味道 更加上辣辣的味道 為什麼麻辣雞煲和水煮魚會這麼出名呢 因為它會用正宗的四川龍家做法 所以喜歡吃四川龍家的朋友 川妹子一定是你們的最愛 吃完濃味的食物之後 當然要嘗試這個清新的甜品 這個是椰拉肉 它一定是你的手煮 所以我試試它的味道 嗯 很香的椰汁香味 而且再加上這個花糖 甜甜 吃下去還有一種清新而人的感覺 吃下去 川妹子的四川菜 真是名聲虛傳 除了吃到正宗的四川家鄉菜的外 還吃到這個窩心的人情味 真是很好吃 你們快點馬上來試試吧 川妹子的地址 就在大埔淮仁街3號地下 搭港帖去到泰王站A或B出口 坐上這個北勝街方向走 這樣就到了 拍巴士有這個71K 73 或專線小巴 21A 25K